天地本源母器是非生斗地必不可少的东西 咱们上级不也是打了不少材料吗 本期试着炼制一下它 说白了就是炼蛋 咱们把背包里的魔兽材料都拿出来 然后放入丹炉里淬炼 每种材料都有它对应的元素 淬炼后丹炉里的元素数值就会增长 全部使用完差不多就是这样 感觉不太够用 合成本源母器一共需要9种材料 目前最容易制作的是暗制母器 其他元素都达标了 唯独火元素没有呢 看来还需要再干呢 不过在此之前先去它上会吧 背包里用不上的东西太多了 留着也没用 要不就全卖了吧 最终是2434个金币 嘿嘿 发了一笔小财呀 打怪还能把圆子挣了 比炮地精好太多了是吧 老灯啊 我又来当冤种了啊 小弟还差7种一伙没收集 懂我意思吧 有人在下界附近发现了堕落心炎的踪迹 一伙凶猛异常 人心更是如此 如果要前往就务必做好完全准备 从他的次里行间 我感觉这把十有八九能出呢 下界门好搞定啊 跑好几颗钻石整点黑钥匙不就行了吗 咱们把连锁采矿调到一个合理的树枝 找块风水保地 一稿子下去 不消耗耐久忘开了呀 小事儿 咱再做一个不就行了吗 在这儿在这儿 一共6颗呢 非常的nice呀 做个铁桶然后接点水 再整把钻石稿 最后浇注一下黑钥匙 连锁采矿一下 这不就完事了吗 下界门这玩意我都不知道盖了多少次了 逼着眼都能整出来 完事了啊 走起 坐标-65 114 感觉到好像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 应该就在这附近吧 找到了找到了 呆 吃我一刀 哇呀呀呀呀呀 我去啊 真出了 堕落心炎 也就是云落心炎 虽然是残艳 但我的体质可以直接将它进化为本源 不过最重要的是 它可被称为修炼作弊器呀 先给它吸收了吧 别再给浪梅了 云落心炎额外效果是增加30%的经验加成 再加上我神品血脉的50%经验加成 有了这俩玩意儿 就算我打怪 也比普通的修师升级快 爽得不得了啊 咱们的丹炉不还是差点火元素吗 要不趁现在去火山搞点吧 无论怎样 这期必须得有点进度呀 就像这种火灵 一看它就能掉火元素材料 紧盯了锤就完事了 没遇到几个呀 不过我感觉这些应该能够了 毕竟就要受等级摆在这了嘛 回去试试吧 一次性放进去 然后一伙淬炼 搞定啊 所有元素均已达到指定数值了啊 现在可以炼制暗制元气了 成了成了 而且我听到了升级的声音 九品暗制元气 用于合成天地本源母气 连这个九品弹药 直接升到了五星豆上 连药师也升到了三品 不过我觉得吧 材料收集过于繁琐 下期还是加个转化桌吧